促使我拍着两个泥的动力 就是我再不玩暈染就快没了 这是个粉色暈染 这是个黄色暈染 这个叫一窝鸡 这个叫一筐珠 这个23 这个也23 两个黄鸣鱼 黄鸣鱼黄鸣鸣鸣鸡米饭单人餐 没了 这个是牛头学生加ANS 这个是天涯加TOA木工 先玩这个一窝鸡 还送了一个这个 哇这小鸡还挺可爱的 有时候觉得吧 这个泥的价格确实是不低 但是一看它这成分 再想一下它这包装 人这贴纸 再加上这是手工费 香料 香精 调色 再加上快递 再加上搭上的这个人工时间 创意 23 黄焖鸡米饭单人餐就无了 它这个 哇手感怎么有一点糯米较的手感呢 这个手感真的很棒哎 但是如果我不是一个up的话 你让我和它在黄焖鸡米饭之间做一个抉择 我肯定是会选黄焖鸡米饭的 黄焖鸡米饭 这不错 这个也是个小众店铺 我也没打看过有人测评 其实有很多店我没见过有人测评 但是我 一旦玩了之后 我发现 怎么这么多人都玩过这家店 原来我是经理之王 之前一直没发现 这个手感软软弹弹的非常的 经常夸着夸着吧 这个就词不达意了 就开始说一些什么 很好玩 非常舒服 很香 这种词就标出来了 其实有时候都不是自己大脑里边想出来的词 我一直都很好奇 就是当有一些话 我们不经大脑说出来的时候 那么这些话是经过哪里出来的呢 好了 今天的一窝鸡到此羡慕 下面就要来这个一筐猪了 我为啥会买啊 全是因为这个一筐猪 那我为啥会买这个一筐猪呢 是因为我想起来的理光猪 一筐猪 贴纸挺简陋的 但泥的价格也不低 忘了叫啥店了 想不起叫啥店了 天涯加TOA目共 感受一下这个受感 哇这个晕染看起来好害羞啊 怎么这么粘 怎么这么稀 这才刚买啊 那就是这个手感的吧 我今天赚了8块钱 我买了一条针织裤 底下还开叉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最近不挺流行那个吗 他穿个毛毛鞋 显得又休闲又知性的 然后呢那个裤子的裤头 那个裤腰是那个一个松紧袋连接的 然后我贴上之后呢 我发现那个松紧袋 它里面开了 然后我就透着光一看果然开了 我就去找卖家 卖家说让我寄回去给我修 我想那不就是缝一下的事吗 我找个人缝不就行了 因为那个是针织的 位置给拆开自己缝上又装回去 捡了8块钱 草莓牛奶的味道 哇酸酸甜甜就是我 想那个优酸乳的味道 好长时间没喝过优酸乳 我忘了之前谁跟我科普 说优酸乳那种的叫什么奶制品 还是什么调和什么什么玩意 调味奶制品说那种的跟奶没关系 就是香精加水 是这个意思吧我也忘了 这个很吸软呀 像肉泥它就不太适合信手 你在手里滴溜不住 它往下出溜 哎体验一般吧 没啥太好的客丸性 颜值啊包装啊 性价比啊都不占什么优势 看看就行 看看就行 拜拜